在路边上看到一束花虫 我拍出来是这样的 你拍出来却是这样的 让我手把手的来教你 如何拍出这样唯美的花虫人像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先找到这样一个场景 然后对着这个花作为背景就开始拍了 我们先如果是自拍的话 也可以支撑脚架 对吧 支撑起来 让妹子站这儿 对不对 很好 你可以做一个很唯美的感觉呀 对 对 妹子都扶不住了这个造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场景是非常凌乱的 所以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 怎样去优化呢 我们就需要一步一步的走进这个花 现在我教大家一个就是取景的方法 就是当你发现这个背景很好看的时候 你一定要尽可能的缩小你的取景范围 让它变成你背景的全部或者是大部分 这样子你的照片才会精彩起来 所以我们围着这个花来找一下它的角度 就是我们首先来想的肯定是从正面 这样子能够拍到一个大面积 对不对 那我再近一点 好 妹子再走近一点 过来一点 OK 这个时候人物和花重叠得很厉害 正好它那儿有个石头 人是可以坐上去的 坐上去它就可以躲在这个花下面了 虽然这个时候花是布满了我们的大部分 那这个时候还是显得非常的杂乱 那我们还是拍一张吧 妹子弯出来一点点看我们就可爱了 对对对对 我尽可能的这样子来拍 这种杂乱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背景里面这些黑色的线条太多了 它严重破坏了这个花的这种美感 所以这个时候按照我们的理论 应该是开人像模式 对不对 但是开完了人像模式以后 我们还是突出来拍一张 来 压出来 对对对对 看着我们镜头来 好 其实妹子的表现力已经非常好了 但是当我们回看这个照片的时候 它依然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 为什么 即使我们用了人像模式 背景有了一定的虚化 但是它的线条还是很杂乱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考虑 不要从正面去拍摄 而是从两个侧面去找一些角度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从这个侧面来的时候 然后的话我在这个空间 能够拍到这么多花和这个石头和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构图不完美 所以我得缩下来一点点 好 仰拍一点点 再近一点点 这就是我的思路 这就是我的想法 好的 然后妹子轻轻地看着你的前方 对 笑着很好 好 这样子 如果她找到这个角度 我相信她已经自拍出一张比较好的照片了 偏着头的感觉也不错 手就摸着耳朵那个方向 另一只手呢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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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这个地方挡住 对 很好 你看我们大部分时候 当人脸 你放出来 放出来就这样子 当人脸把这个手放开的时候 会发现这个地方很胖 对吧 这个线条很不好 这个时候设计一个动作 用手挡一下 它的线条就好了很多 对 把塞这个线条挡一下 对 很好 很好 来 笑一个 对 好的 非常完美 那么这样子完成的这个画面的话 我觉得还是不是最完美的 因为上面的这些建筑的和灯笼的这些元素 都不是特别的舒服 还是显得太凝乱 所以我的想法 在围着这边来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尽可能找到一个最优的答案 这个时候我就似乎找到了一点点答案 这个时候正好 好 这个花之间 这个花之间 这儿 这个花之间 它有一个缝隙 这个缝隙正好能拍到这个人 对吧 所以我现在就准备通过这样子一个构图 通过这样子一个构图 来再静一点点 然后再仰拍一点点 对 很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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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棒啊 好 我觉得这个汽车被拍进去了 不好看 我就再挪一点点 对 然后再把这个花摇上去一点 来丰富一下这个画面 手动的来布紧一下 对 很好 好 看着你前方 下着 对 这样子通过花的一个制装 手可以 两只手沉在这个石头上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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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这个肩膀要压低啊 靠近我的这个 对 很好 轻轻的抬着头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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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美 很美啊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好 闭着眼睛 呼吸新鲜空气 稍微转向我一点点 手再往后压一点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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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太美了 好 那么这样成功的关键就在于 咱们通过这个有效的前景 来塑造了这个画面的空间感和梦幻感 好的 那么 这个场景最成功的关键 就在于 因为这个背景它相对来说比较小 它这个范围 而且后面的话线条比较多 非常的乱 所以我们的思考方式 就是尽可能的 用这种前景的元素来布满我们的画面 来实现这个完美的自拍 当你有了这种取景的思维以后 你坐到这儿 拿出我们的这个蓝牙遥控器 是完全能够实现这个自拍效果的 好的 大家学会今天的这个取景技巧了吗 我们明天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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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明天再见